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在电视剧《小日子》官宣定档还未正式播出之前 其海报和主演阵容便引发广泛期待 在不了解具体剧情的情况下 仅凭借演员阵容就让人充满期待 资深演员如萨日娜和月红作阵 终生代演员陈晓 童谣和乔振宇等既有颜值又有演技 这样的阵容无疑极具吸引力 故不其然《小日子》一经播出 就完全达到了观众的期待 演员们的表现毫无失误 而剧情更是引人入胜 触发了广泛共鸣 《小日子》开播后 直接抛出了剧中最大的两个矛盾常见 但复杂多变的婆媳冲突和蜗具问题 悬念满满 剧情一开始 婆婆拿着一堆酒店发票 质疑而吸附在外有情人 这种将家丑外扬的行为 直接激化了矛盾 引发了一场家庭口水战 原来小夫妻偷偷去酒店 是为了享受短暂的二人世界 而这背后的原因正是蜗具问题 一家四口三代铜塘 挤在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卧室狭小 夫妇俩只能睡上下铺 这几乎就像室友而不是夫妻 蜗具的原因除了夫妻收入有限 上海房价高而外 还因为公破的有限支持和对儿媳父母资助的排斥 旨在维护儿子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 同时防范离婚时的财产分割 矛盾由此埋下伏笔 因此卧居和婆媳冲突这两个在许多家庭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剧中发生了碰撞 自然频繁交锋 这两个问题虽然互为导火索 但并非完全是因果关系 卧居问题造成的空间限制自然加剧了婆媳矛盾 但即使没有蜗具问题 住着大房子 婆媳间的冲突仍然层出不穷 剧中婆媳矛盾也是导致蜗具问题的一个因素 如果没有双方的猜忌和防备 接受女房家庭的支持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蜗具问题 总之 婆媳矛盾和蜗具问题虽然常见 但情况复杂多变 通过小日子的呈现 观众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缩影 找到共鸣或许也能激发一些思考 对改善生活 解决矛盾提供帮助